大家晚安啦 今天外出的时候呢 真的有点像是冬天的感受了 尤其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又有水气 体感温度呢会比较低一点 记得保暖还有期待雨具咯 来看一下呢 哇这个是冷空气哦 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云界的现象 在南海的附近哦 也是这个冷平流云系的这个概念 你可以看到呢 这样刷下来很像云的街道 这就是比较强冷的空气的地方 台湾这一次位储呢 寒潮的边缘 虽然没有到冷气团啦 不过呢北台湾东半部低温 还是只有16度左右哦 所以呢记得保暖之外呢 比较怕冷的朋友们 穿厚一点点呢也是OK的 水气量呢 今天在基隆北岸跟宜兰呢 下到大雨跟豪雨的警戒 中部以北到整个东半部地区 一样是这两天水气量 比较热气的地方 越往东北部走呢 当然雨势会越加的明显 雨呢大概下在周五的白天 慢慢的缓和 然后周六就会转稳定 所以来看一下呢 明天的天气概况 基本上跟今天蛮类似的 北台湾水气比较多 低温18度高温22度 中南部地区呢 多云短暂震雨 低温呢19度高温26度 南台湾影响就比较小了哦 因为天气呢是稳定的 低温20到31度 温差都比较大 东台湾呢宜兰水气量比较多 17到26度 离岛地区呢 多云短暂震雨的心态 所以整体呢天气呢 日月温差都大之外 北东湿凉 记得保暖跟期待一句了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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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